简安湘公所28号举行的110年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楷模表扬大会 表彰了24位金牌老爸还有11位的芳草人物代表 相当游淑珍表示在遵守防疫规范之下用最高的规格来举行 要让父爱亲情幸福洋溢 更让好人好事的芳草人物奉献精神 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感动分享 简安湘110年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楷模表扬大会 首先是由草地乐团演唱着怀旧老歌 让爸爸们重拾年少记忆 还有热舞表演带动了现场热闹气氛 在疫情警戒之下 简安湘公所仍用心为今年度的模范父亲 安排了隆重又安全的表扬大会 甚至还有客室化的牌匾以及纪念品 让爸爸们感受到无比尊荣 谢谢有今天828爱爸爸 我们永远爱您也谢谢您 连将我们模范父亲今天表扬24位的模范父亲之外 还有表扬了11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芳草人物的小故事可以带来幸福满满的 齐安的街弄巷林里面 我们相信父爱跟我们志工的爱 不存在齐安的建设是一股暖实力 也更是一份幸福的力量 今天特别借由活动来感谢所有辛苦付出的 爸爸跟志工们 我们齐安感谢您 包括了立委傅昆琪代表会主席 秋美于代表于政华 陈静德也特别到场 为受表扬的爸爸们献上最真诚的敬意 而为了符合防疫规范 乡公所团队也向卫生局提报了防疫计划 并且在事前完成场地的消毒工作 现场贵宾座位也都保持着室内的安全距离 要让寿长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都能够感受到各界的重视与祝福 旅会居然相报道